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曾经上签的菲利浦LED灯 这段是220幅输入 这是一个NTC的抗浪用的热敏电阻 这是保险 供膜抗干扰电杆 压敏电阻 然后这是插膜抗干扰电容 供膜抗干扰电杆 整流桥 整流桥整流后的滤波电容 供膜抗干扰电杆 PFC电杆 这个就是PFC功率管 这个是PFC的整流二级管 这个是它的电流取样电阻 这个就是PFC滤波电容 这个是芯片的滤波电容 这个是我们开关电源的功率管 这段就是开关密压器了 然后这有它的电流取样电阻 它的电源芯片采用的是FN6921 FN6921既有开关电源的功能 也有PFC的功能 所以这里边它是一个多用的芯片 经开关电源变换的电压 经这两个消色机二级管整流 这两个电容滤波以后 输出一个30伏的电压 在这里是30伏 也有的是28伏 它是经我们这个TL431和冠偶进行吻压的 然后这个30伏的电压分两路 一路通过我们这个XL2596 给它降到12伏 这个是12伏的滤波电容 再经这个三级管和后边的吻压管配合 降到5伏给我们的单片机供电 后边的灯有好几组 这是三组灯 这个是两组灯输出 首先通过我们刚才这个场管 然后再通过我们单片机输出PWM信号 来驱动场管 从而点亮相应的小夜灯 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 占控比是可调的 所以小夜灯的亮度也是可调的 同时这个30伏还经共膜抗干扰电感 然后经这个线流电阻 向我们这两个横流源芯片进行供电 这两个横流源芯片输出的横流电压 经这四个端子向我们的主照明LED灯供电 这两个横流源芯片的型号是MP2480 它的输入电压是5V到36V 它的最大输出电流是4A 它的电流主要受控于我们这个电流取样电阻 通过电流取样电阻反馈的电压 通过这个1K电阻反馈到我们横流源芯片的5角 进行横流 同时它还受2角送来的PWM占控比来控制 我们单片机输出的PWM占控比送到2角 进行调光 它的三角是1N引脚 在接地的时候芯片停止工作 在悬空的时候芯片正常工作 这两个横流源芯片的型号以及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介绍这一个就可以了 首先它的一角是输出引脚 接我们的输出电感 输出端有一个电感 直接接我们的输出端子 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蓄流RG管 一端接我们的输出端子 一端呢 是接地的 它的二角是调光引脚 接我们的单片机输出的信号 通过这个三级管 放大以后控制二角 它的三角是智能端子 平常呢 是接一个三级管的 在这里呢 它没有接 直接空起来了 这样芯片就能够正常工作 四角是接地引脚 接我们输入的电容负极 五角是电流取样引脚 通过1K的电阻 接在电流取样电阻上 然后呢 取得这个电阻上的压降 来进行输出电流的控制 六角是空角 七角是电源正极输入引脚 接输入电容的正极 这里是通过共膜抗干扰电感 输入的 八角是自举升压引脚 接在自举升压电容上 自举升压电容的另一端 接在输出端 这个大的二极管 就是它的蓄流二极管 这里还有一个铁片 是它的散热片 这个就是输出的电感 以及输出的滤波电容 这是它的电路图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不妨礙你